在公屋拿出來做六字居的事根本就是假的 沒有實際的 各位要明白的很簡單 公屋是不會上會的 即是你不用公的 即是說你建建公屋解決了居住問題 就不會益到銀行的 因為你現在公一層七、八萬的樓 如果你公二十年就公多七、八萬 有人公才可以賺錢 所以如果你越做得公營房屋多 第一是銀行不能賺錢 第二是你不可以拿出來變成資產 去按再炒 第三是你不能把那些東西放在 變成公司那樣就拿來炒 所以其實香港政府現在做的事 就是盡量把一些衣食住行民生的東西 把市場給予有錢人當作搖前樹發財 林鄭月娥沒有益過現在水深火熱 沒有地方居住的人 租金管制她不做了 繼續加租 租務條例裡面的 隨時是港人走的那些 租約又不處理了 那怎麼辦呢 居住環境完全解決不了的 所以現在林鄭月娥說要跟香港人同行 我不知道要走什麼 你居住在你的特首府 人家居住在劏房怎麼同行 我要走什麼 對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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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管